马来西亚地人抢天拿到了这一台 完全不像个平板 它根本像一个电视机 很大 很轻 不舍五张纸 我都可以写得到这词笔太牛了吧 感谢大家 我遥遥临线了 马来西亚地人抢天拿到了这一台 全球最轻最薄的超大屏幕 华为最强平板 华为MatePad Pro 13.2寸 这里就给大家整理出来一个 最完整的开箱体验 你看下这一台华为MatePad 13.2寸 真的有没有可能 或许是最强旗舰的平板电脑 啊 这么这样大的 哇 后面很美 说明书 88W 还有数据线 OK 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叫东西 它完全不像个平板 它根本像一个电视机 最真实的那感觉 就是它很大 很轻 然后这么大的平板来讲 好薄 它这么可以做到酱饱 我是不懂啊 我拿到的这个是主打颜色 牙串青啦 这个色如果你有看过Mate60 Pro 真机的话是不会陌生的啦 因为就是一模一样的青色啦 只是平板的话呢 它就没有水波纹啦 是类似磨砂的设计 摸上去是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而且最重要它是不沾指纹啊 13MP加8MP的镜头模组 它就用了一个双眼形的设计 稍微突起它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裸机平放在桌子上面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平放的啦 前面这块13.2寸的2K32比例屏幕 第一个 采用了柔软OLED屏幕材质的平板啊 也因为这样它才能够做到3.4mm的超载边框 成为全球最高屏占比的平板电脑 这样载的边框会不会很容易误触咧 你看我这样子用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啦 另外还有就是它配合这个超载边框设计 它只可以做成刘海的这个镜头啦 保持觉得这样的设计让它看起来更高级啊 你想象一下啊 如果旁边这边做一个打孔是不是很chip 它现在是不是很class了 而且哦 从细屏到打开那一刻 有没有很震撼一下啊 那视觉impact 那MacBook Pro 13.2 它整个外形最大的卖点呢 还是轻薄就一件事情啦 它整机就只有580g重量罢了 拿在手上也就差不多 好像拿着两罐Cocacola一样这样轻松啦 薄度的话咧只有5.5mm而已 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和Samsung的Tab S9 Ultra一样薄 对比苹果的iPad Pro 12.9寸就薄了将近1mm 薄到什么程度 鼻子鼻还要薄啊 能够做到这么极致 我真的觉得华为的设计师应该要 放眼光 那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这个MacBook Pro 13.2寸要做成这个3.2的屏幕比例呢 我是觉得华为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平板来设计 它是完全当成它是一个Laptop来做 因为这个比起iPad的4.3比例设计 3.2比例显示的内容就更多咯 比如说你阅读即使书的时候啊 上网找资料或者是处理文件档案的时候等等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 看戏的话咧 上下的黑框也是比较少 视觉感觉它更加接近电影院看戏 接下来轮到配件了啦 一共有两个配件 这个全球第一个拥有Neilink星闪技术的M Pencil 用来配合这个MacBook Pro 13.2寸 厉害的 最近我真的是给BiliBili的那个星闪这个吃的弹幕洗瓶 想要够够力 给大家稍微刻补一下 什么叫做星闪呢 在中国现在很火啊 查理结合了低功耗的SLE和基础的SLB两种接入技术 成功做到了比一般蓝牙快6倍的这个传输速度 因为有了这个星闪技术 所以它成功做到了10千级压杆的一个手写笔 那10千级到底是有几三十笔咧 我们这个小试验吧 首先我们割这一张纸 姐 OK没有问题是不是 我们割5张纸 也是可以是吗 OK我要加码 20张纸 对的我 这样我们加工25张 竟然也是可以 有没有太夸张了 那你们如果家里面有平板有手写笔的话 你们也可以自己私下做这个实验啦 可我一个种25张纸 我都可以写得到这试笔太牛了吧 第三代的M Pencil在外型上面 基本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它达到了超低延时 弱笔快 收笔准 简单来讲就是你一下笔 它就跟一画 做到了真正的和真笔一样的感觉 那这只这么牛的M Pencil到底卖多少钱呢 答案是 530的 因为它是跟着Mate Pro 13.2一起来的 另外华为也是有推荐一些免费的绘画APP啦 对一些超画家 designer来讲应该是有用的 可是我画画没有厉害 所以我这边就不要给你们看啦 不要下水 它的精准度也是很高一下的 大力一点 粗一点 小力一点的话就会比较细啦 哎 第二个配件 除了Pencil之外叻 这个也是一起来的 sorry 一个两段式设计的智能磁吸键盘 它就这样轻轻细上打开后面的脚架 然后在轻轻的吸住键盘的部间就可以摇摇领下 啊不是是摇身一边变成了一个轻便型办公用的Laptop 再配一个蓝牙滑鼠是不是更像了嘞 快速看一下这个键盘的设计 它是一个full size的keyboard 跟一般是45寸的电脑是一样的 但是它这边是华为第一次加入了这个 超大面积的一个touchpad啦 这个touchpad真的很大一下 我自己是很喜欢 那这个尺寸用起来就是比较舒服咯 更好用啊 像电脑啊 然后那种扇子回座面啊 快速接换应用啊 分屏啊 所方等等的各种手势操作都是支持的啦 我都讲话会把它当成电脑来设计的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哦 F6和F7之间这个按键啊 是支持智慧语音 Can you get me the bottle of water? Are we going to McDonald's? 按一下就可以用语音来做记录 最后看一下这边 Windows线变成了 Homemark OS线啊 用处和用法和一般Windows电脑相似 换成这个按键 M1是难道是说华为明年真的 是会出自己的OS Homemark OS 不用Windows小啦 这传闻是真的 1.5mm的键盘键程 16.5mm乘16.5mm的按键尺寸 整体使用下来还是舒服的啦 加上电脑版的WPS用来做工写稿 准备Proposal的时候有那么一颗 我真的是忘记它是一个平板 和旁边的Laptop放在一起哦 其实无论显示内容的多和少 上边正常该有的快捷功能 甚至说它还模拟了滑鼠的鼠标等等 所以说说不定你的下一台电脑是一台平板啊不是 是你的下一台电脑可以是一个平板的 那接下来你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啦 MatePad Pro 13.2寸它到底用的是什么芯片 你们答对了 就是跟Mate60 Pro用的是一样的 麒麟9000S芯片啦 我已经提早下载了这个App 真的是Kirin9000S 110 用来看戏玩游乐体验上面也是很smooth一下 有兴趣想要找更多你们可以留言给我啦 有机会我下次专门做一集测试你 给大家看一下啦 总结之前来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 这台MatePad它搭载了这个华为烧的音频技术 它内搭了6颗扬声器其中4颗是低音泡 所以爱听歌的朋友你们听听下来评评个理啦 电池方面10100毫安 支持88W Super Charge快充 40分钟充满85% 但0-100充满大概1小时20分钟左右 除此之外Land啊 MacPad Pro 13.2一样 只是Super Hub超级终端技术 可以快速 方便 连接或者切换其他的华为产品 或者互相之间传送文件等等 那华为手机你打开NFC的话 也是可以直接碰一碰那个键盘 就可以完成这个多屏互动啦 那我唯一比较不满意的就是 如果拿来玩游乐好像真的有点太大哥了 基本按不到中间的位置 把我下一下用键盘滑鼠玩 Mobile Legend和原神体验是蛮接近电脑的啦 OK 总结 讲真啊 这一台MacPad Pro 13.2 它真的有遥遥领先的这个感觉 它不只是口号而已啊 全球最轻最薄都不足以去形容它 第一款支持Neil Link技术 和Mate 60 Pro一样的处理器 但它的强大远远不止于此 它还配备好全新的M Pencil 蓝牙键盘 好像让它更加强大又再强大了 目前最强平板这句话我个人觉得没有问题 那重点来了啦 这一台华为最强平板 MacPad Pro 13.2 吋到底卖多少钱呢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代表说华为马来西亚已经开放预购了啦 只要你预购它就会送这个键盘啦 第三个M Pencil啦 华为Mouse 3Buds Pro 2啦 还有华为Soul 华为Soul这个音响很多一下 总值高达3145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台MacPad Pro 13.2 吋 它价值是5000块的话 你用不到2000块 你就可以买到它的意思咯 最后圣诞节25号之前的华为 也是带了很多圣诞节的Promo啦 你们更多详情就可以看华为的官网啦 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 不然你们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有可能他有兴趣咯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